產品涵蓋了智慧手機 平板電腦 智慧家庭裝置 集車 用電子系統等領域 台灣女團未來少女變成AI動畫介紹展場 還能變裝跑去博物館 速食店 當櫃台服務人員 聯發科生成是AI平台達哥再進化 連動互動螢幕解決缺工問題 那我們現在開始慢慢導入多模態的AI模型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虛擬人不但要能聽人說 而且要看得見 第七屆台灣人工智慧年會 新海內外近千人參與 科技大廠聯發科AMD 英特 維新科技 搭上年會主題 百工百頁用AI分享最新應用結晶 何說董事長佟子賢 貿協董事長黃志芳 則先後開講 暢談產業趨勢 新的潮流 新的挑戰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是新的機會 台灣 如果你想維持繁榮 你就必須要持續地留在創新的領先群之中 也曾經嘗試利用AI來幫我自己提升工作效能 例如說幫我準備我的講稿 但是AI所生產的講稿我沒有一篇滿意的 表示我AI的功力還不夠 那在這個革命當中 事成事敗在於我們是不是能夠一起跟得上時代 用革命形容AI時代 副總統蕭美琴分享使用AI的經驗 其實政府和產業並肩 讓AI產業聚落持續經濟超前布局 不過大家也關心蕭美琴住家25號發生的 槍擊案後續 副總統這兩天住家狀況還好嗎 媽咪有沒有受到驚嚇 微笑回應要外界放心 在隨後包圍下繼續行程 心情似乎沒有太大波動 新聞桃欣林大維 台報道